蘇智柏晟介 好,請署長跟巡房處的處長 兩個一起上來 先尾你好 屬長你好 我想今天我就請教一個問題 金額只有4萬台幣 在你們的預算裡面 那你們每年過去都有編列這筆預算 那今年卻沒有編 詳細的情況我還是要就教一下署長 金額不多 但影響非常的大 就是國際海上救難協會 是現在全世界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海上救難組織 那 創始的章程裡面有特別規定說 無論組織國家只要從事相關工作 人數規模達一定層級 即可申請入會 所以我們在我們海巡署的巡防處的預算裡頭 每年從這個去年102年 他就有編列一筆參加國際海上救難協會 會員年費4萬元台幣 那去年有編今年為什麼沒有編 不是要參加年會嗎 為什麼今年這個年會就沒有編 為什麼 因為在我們去年是以中華民國行政院海巡署ROC名義先請為正式會員 但是到2012年的2月 IMRF他就含糊說不同意 說不同意我們在這個103年度我們就沒有編列這個 就沒有編嗎 是怎麼樣 是就不繼續努力這個預算就不編了 以後就這樣就算了 這個我是認為我們應該要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你們預算卻不編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放棄啦 我們自我剿線 沒有這個如果說我們協調能夠成功的話 那你去預算你連編都沒編啊 你怎麼動用這筆線啊 在我們的預算出國預算裡面我們可以調整 出國預算裡面可以調整 你的科目都不同你怎麼去調整這筆預算呢 是是 署長 署長 今年你們三月送來的預算解凍報告 因為要參加國際海上救難協會 這個年會費4萬元 你們這個要解凍啊 是 你們說這一筆因為要參加年會啊 所以這個預算不能刪要解凍啊 是 那你二月你就知道這個你會不能參加 你預算都沒編啊 那你解凍報告送來為什麼三月的時候還送來說 這個相關的這個要給予解凍 啊 是 你們你們你們這個單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 署長 這怎麼解釋 是你們放棄啦 你們放棄就不參加這個 啊 國際海上救難協會 是不是這樣 沒有我們今天好像有努力到最後 啊 現在努力的情況怎麼樣 從二月到現在現在努力的情況怎麼樣 是 是 因為 你告訴我你現在 因為這個我們 我們最後是要參加那個2013年亞太所界海上收救研討會 這個我們把這個 這個 參加你就是被去參加列席啊我也可以去啊 任何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去啊 因為它這幾個國家都有參與 就是 東南亞的國家 那你是什麼身份參與啊 你是拿個那個參觀證去參與嗎 他是開放性的 啊 你用什麼身份參與啊 開放性的都可以 啊 對 他這個研討會是開放性的 對啊 所以你是什麼 什麼身份都沒有 這個署長 是 我再重複我的問題啦 因為可能很多人搞不清楚我在講什麼 是是是 我們在去年啊 2011年 我們本來是以行政院海巡署的名義啊 申請加入成為正式會員 本來 IMRF在2011年回信的時候也說申請書沒有問題 就突然二月的時候啊 我們就收到 我們就收到 IMRF的回函 告訴我們說 你們這一次參加有困難 為什麼 是因為 我們不是 所謂的這一個 國際海事組織 聯合國會員的國際組織 聯合國下面的國際組織 IMO的一個會員 因為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所以要參加有困難 那你要參加這個組織 他要求我們 必須經過中國的同意 您稱還要求我們改成中國台北 有沒有這回事 對有 所以說我們就不同意 我們今年啊 這個我向委員報告啊 就是說我們在六月七號的時候 我們完了二月份 完了以後我們還有努力 在六月七號的時候 他這個又給我們答覆 就是這個秘書長 這個喬瑟史密斯 他給我們答覆 就是說 這個 他不同意我們去 所以說 但是他說 這個 我可以保證 若數我方的提案 被各方接受 各方的會員資格先請 你怎麼提案 你怎麼提案 你現在 也不是附屬會員 對 你也不是這個 這個 associate 這個叫 翻成 準會員 對 那你也不是正式的會員 那你怎麼提案呢 所以 你要叫誰幫你提案 你叫中國幫你提案嗎 不是不可能 那你怎麼提案 你根本連什麼會員相關的身份都沒有啊 對不對 對 中國在2011年年底啊 這個署長 是 我們2011年申請 中國在2011年他修改張誠 他是區域的這個全責國的負責國嘛 對不對 對 張誠在正式會員那一欄啊 就已經修改說要必須區域的全責國同意你才能夠進去啊 所以2011年的時候中國就把你幹掉 我們 台灣 要加入的這個申請的資格根本門都沒有 你就不符合正式會員的一個申請資格 對 中國 一方面啊 在所謂的在經濟文化上跟台灣交流 在國際社會上他還是一樣的在打壓我們啊 還是一樣啊 你連參加一個海上的 國際救難協會中國都不同意我們參加 那我們今年預算103年的預算 我們還編列116億要跟中國交流 交流什麼 連這種人道的救援組織 你來解凍預算的時候 去中國開會 我們所有委員統統不分黨派 說好跟中國開會可以 那你要達到你預期海上救難的效果 為什麼 是基於人道的一些考量嘛 因為台灣海峽發生事情 也不一定台灣的順項 中國的順項 也不一定外國的順項 對不對 結果我們竟然要參加國際海上救難協會 中國還是打壓台灣 那你二月到現在 十月我們海巡組做了什麼 外交部做了什麼 你們有沒有跟外交部反應 有沒有跟陸委會報告 有沒有跟國安會報告 有沒有 我們是有繼續的和這個秘書處及執行長來協調啦 他可以用台灣或是中華台北的名義先請會會員 我知道 但是他表示說要持續與理事會及中國大陸方面協調 那我們最近要參與 他就說沒有協調 所以說就沒有 但是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明年的預算裡面 我們就沒有編這一筆預算 這樣 他裡面的回信 是 講得非常清楚 是 中國 他建議 這個是 我拿到的資料 他是建議就是用中國台北 對 我們希望用所謂的台灣 或者是中華台北這個部分 他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同意 對 中國也不同意啊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就刻在那邊 外交部 你們有沒有跟外交部反應 有沒有 有沒有跟國安會反應 或陸委會反應 有沒有 或者是說 你跟中國相關的這個海巡的 我們的對口單位 有沒有去聯繫說 這件事情打壓我們非常 我們要表達抗議 就要求他們必須 同意我們進入相關的這個組織 有沒有 沒有 都沒有 所以你二月到現在 我們海巡署都沒有 但是我們有持續和他們協調 我們沒有和外交部國安會 那這部分 我們會 我們近期內 我們會 這個處長 馬上和外交部 處長 你們都有跟外交部反應啊 是外交部不理你們嗎 蛤 你都自己都不知道 我都比你清楚 處長 你們就跟外國報講 外國我就不要參與 你怎麼說你沒有跟外國報講 你們怎麼都不知道 一文三不知 不把他當一回事 還要跟中國交流 是不是 處長 是不是 處長 是不是因為 馬總統講 台灣跟中國 不是國際關係 是國內關係 你們就默認 就把它吞下來 是不是這樣 是國安會有沒有指示 國安會有沒有指示 說這件事情就這樣算了 所以你們都不能不吭聲 沒有 我們在101月 有韓情外交部協制 沒有後回覆 有沒有回覆 沒有 後沒有 你就沒要接人 我就問過 沒有回覆 我就問過外交部啊 這件事情就丟到那邊啊 沒人管啊 沒有回覆 對不對 對我們來講 我們海巡署裡面 最重要一個功能之一 就是這種海上救難 收救的這種 不管是提供收救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治安的這個維護 我們是最重要的一個單位嘛 在我們國家來講 這是最重要一個單位嘛 你竟然中國的打壓 從2月到現在 我們海巡署到現在 外交部也不理 這個陸委會 國安會 我們竟然也沒有跟相關的單位來做報告 這件事情就這樣算了 我們就這樣吞下去 我在懷疑啦 署長 我在懷疑是因為馬總統講說 不是國際關係 是國內關係啦 所以這個這個我們海巡署也這樣吞下去啦 認為這個就國內關係啊 所以我們就可能 是不是以後要以附屬會員國的身份加入 是不是這樣 沒有 那你的章誠就不符合啊 你怎麼加入 我們如果沒有 章誠就被做掉了 你就被改掉啦 他如果不是以台灣 或是中華台北名義 我們就 我們絕對不會接受的 是 這個署長 是 不會接受 那我們就是放棄 就是不參加 沒有這個 我們會遵照委員的 只是我們會再協調國安部 國安會齁 這個來還有陸委會來處理 署長 是 我是建議啦 是 假如說這些問題啊 是 沒有做一個妥事的一個處理 是 我覺得坦白講 跟中國所有的這種相關的這個交流 你要把它斷掉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做任 放任說 他一方面打壓你 你一方面還在跟他做什麼所謂的這種交流 對不對 人家 拿棍子在打你 你還笑臉就贏過去 對不對 連讓你參加不想參加 這一個是一個 民間的這種國際性的一個組織 連我們要以中華民國行政院海巡署的身份參加 他都不讓你參加 就硬要你 中國台北叫你吞下去 我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 我今年要提議說 有關去中國大陸訪問的所有的預算 跟中國大陸相關交流都先凍結再說 好 你們先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好 謝謝 好 謝謝 周圓